能者多劳 是因为老板赏识你 还是你被老板利用呢 其实每一件事都有两种看法 有些人会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就于这件事来讲 有些人就认为 增加了我们工作量 不过薪金又没有增加 拿一份薪金做两个人的事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满意 把另一种人 他们可能就想正面点 他们觉得 其实做多点 我就可以学多点 反正我还年轻 当这是对自己一个顺略 到头来学到东西 都是自己的公司可能会获利 不过我也是没有亏本 让我们从老板的角度来看东西 比如讲这个公司有三个员工 A、B和C B和C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负面的 A认为是好的 因为他可以学多点东西 两年过后 如果有一个机会升级 很正常的老板一定会学A 第一 因为当公司需要他的时候 他愿意的帮助 我们叫做Walk Extra Mouse 第二 在这段时间 因为他多做多学 他的能力 他的知识比B跟C快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点 其实A已经通过了一个测试 A在这种情况之下 压力之下 到工作之下 他的反应是正面的 我们将他提拔成为领导 他将来有能力带领新的团员 朝着正面的思想而走 相反的 如果我们提拔B和C成为领导 你想想看 当将来遇到挫折 他所带领的团队 将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所以 现在你还认为 你是被利用那个吗